大家好,我是芳芳 假如我今天告诉你 六个月内你必须学好英语 我猜你的回答是 那假如我这样问你呢 我猜一般人会立马跑到图书馆 借本语法书辛辛苦苦的背下来 尽量躲避跳楼的冲动 杀了我吧 今天我来教你们怎么快速高校学好任何一门语言 也不用天天待在图书馆 动力 motivation 我觉得首先你要问你自己真的想不想要 除非有人给你生命危险 怎么知道你真的想不想要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你喜欢栗子吗 不喜欢就别吃 喜欢就天天吃 这个栗子是语言 意思就是不要强迫你自己 从我的经验来说 如果你不喜欢学语言 你肯定学不会 对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不喜欢吃栗子 你应该不会天天吃 要不你就吃个香蕉吧 工具 tools 那么你决定学一门语言 language 恭喜你 Congratulations 哪里相信 Unbelievable 你要用工具 tools ok stop stop tha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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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no more English please 你有没有发现 打游戏的博主 其实他们的英语很不错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天天打游戏 然后他们需要在游戏里面用英语沟通 他们的工具呢 就是他们的电脑 他们的游戏 和他们的键盘 他们学到的单词 也和游戏息息息相关 一边开开心心打游戏 一边跟队友们讲英语 不懂的单词就查一下 不知不觉就学会了 当然不是所有人喜欢打游戏 然而在中国的外国人也太少了 没有机会出国 怎么认识外国人啊 好惨 好惨 Wait 等一下 我记得最近几十年 有这个跨国的东西叫 叫叫什么 叫 The Internet 你可能听过了 等等 你是不是在网上看我的视频啊 那你有 也有这个工具啊 你有这个工具 哇 Unbelievable 我们再不需要这些国金啊 这些签证啊 对我们来说 学无止境啊 你们再也不能阻碍我们的学习了 你们这些签证啊 在The Internet上 外国人超多 像我 我也在The Internet上 因为我们在The Internet认识的 你忘了吗 很多友好聪明 帅 漂亮的外国友人 善良的外国友人 他们都在网上等你 跟他们聊天啊 对我来说 互加网校是最适合找这些外国朋友 不管你想学英语 法语 德语 西班牙语 俄语 意大利语 等小种语言 互加网校不仅可以找老师 而且外国的老师们 可以帮你解答你的问题 你知道我有多少人 每天私信我说 方方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我的论文 帮我改一下 可以写我的作业吗 可以告诉我这个单词怎么发音吗 你可以给我的叔叔 取个英文名吗 如果你像互加网校或者类似的网站 都有人可以帮你做 就不用问我了哦 语言妈妈 我的意思不是去国外找一个外国的妈妈收养你 不是这个意思 虽然这样也很有效率 但是你选语言的时候 如果你能找一个像妈妈 像朋友 像一个老师的人 对你的学习非常有帮助 再举个例子吧 大家跟孩子说话方式跟大人不一样 我想吃一个苹果 咱们要一个儿子 이건蜗 咱们咱嘛 咱咱咱咱咱咱 然后小时候如果你说错话 或者说话 Brew you can say something like bad 比如说在英国 我们其实很多人不发哑 我们会吞掉一个哑 比如说 Can I have some water please? You mean can I have some water please? Can I have some water please?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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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第二語言一樣的 如果沒有人告訴你怎麼知道你說錯了呢? 聽到耳朵流血,然後猜 有個語言媽媽、老師、朋友 天天唸到 對你的聽力非常有幫助 因為畢竟大家是先聽後說 對不對?所以你是要先聽懂 你才可以說出來 你可以到很多很多地方練聽力 比如說美國的電視劇 英國的電視劇 遊戲裡面,比如說H1ZB很多外國人啊 網上的老師 網上的論壇 YouTube,Podcasts 我喜歡Jer Vergan,電影 如果你在國外,你就出門就有機會了 不要害羞,我記得以前我在中山大學的時候 我學一門新的課 比如說我學了一門經濟課 我一開始大概聽懂百分之六十 然後第二週 我就大概聽懂百分之七十 一個月後大概百分之八十五 其實我從來沒有完全聽得懂 如果你覺得你完全聽得懂 你才流利 我覺得你是錯的 有時候我聽英語,我有時候聽不懂啊 太多單詞啊 但是你要記住,你也不要 老是拿著詞典 查每一個單詞 這樣的效率太低了,真的 我以前學中文的時候 除非這個單詞經常出現 我不會查 那我怎麼知道它什麼意思呢? 猜 我什麼意思,我舉個例子吧 我們來到世上不是為了會日子 在沙發上虛度一生,而是為了留下一個引記 這句話裡面其實我不知道虛度是什麼意思 但是我能猜 除非你已經非常流利 這種事情會一直出現 所以水滴二人語言很多人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非得要每一個單詞查你不用 如果你不知道這個單詞什麼意思 你不要找什麼,你就忽略 下次你可能就知道了 Don't be afraid of ambiguity 在你學習的地方 跟老師談話,跟朋友們聊天 你千萬千萬不要說你的母語 如果你忘了怎麼說某一個單詞 你可以用簡單的話 來問 I want to go to the the place where you borrow books you mean the library 啊,ye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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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it,that's it,that's it 這樣做會更容易記住這個單詞 為什麼呢?因為你想一下 你剛才問 Borrowed books,這書的地方叫什麼? 這書的地方叫圖書吧 那Borrowed books,the place to borrow books 現在你腦海裡 是Library等於 Borrowed books的地方 而Library不是等於 圖書館 你懂我的意思嗎? 有的人會問我 你說中文的時候 會不會先想英語 然後再翻譯 然後說中文 不是,完全不是 相反 其實我的翻譯能力很差 我的腦海裡全是這個單詞的概念和形象 大象不是等於Elephant 大象等於這個照片 圖書館等於這個照片 接觸的地方 如果你總是把一個單詞聯想到一個中文的單詞 你很難說得溜 很難說得很溜 那實際生活的話呢 如果你要問一個外國人 他剛才說的話是什麼意思呢? 有的人覺得有點尷尬 他寧願假裝聽懂 我們從你的角度來看 如果 我告訴你 我剛才聽不懂 你剛才說那個單詞 不好意思 你可以告訴我什麼意思嗎? 你會覺得很尷尬嗎? 不會呀 你會覺得 我可以教這個外國人一句中文 好厲害 這個只有一個例外 除非你完全聽不懂他剛才說的話 他說啥? 你說啥? 剛才說你可以在六個月內 學好一門語言 但是 我沒說是小菜一碟喔 A piece of cake It's not a piece of cake 相反 你在六月後 可能會把這個 piece of cake 打爛 你有沒有聽過九十一十的概念? 這個概念呢 基本上是這樣子 為了聽懂百分之九十的話 你只要懂百分之十的語言 我們以英語為例吧 英語有十萬個單詞 但是 如果你懂兩千個單詞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百分之九十五的話 你可以聽得懂 我聽你說兩千個單詞 也很多你麻痹 我回答說 你每天學十一個單詞 六個月後 兩千個單詞就學會了 你自己算算 我數學不了 你自己算算 別光想做 現在開始 你想學好語言嗎? 你真的想嗎? 你真的真的想嗎? 你真的想嗎? 你真的想嗎? 你真的真的想嗎? 那你今天就啟動 今天站起來說 我一定會學好這門語言 我每天學十一個單詞 找個你喜歡的工具練一練 你找個語言媽媽 你每天學十一個單詞 你要努力六個月就可以學會 信不信? Come on! Come on! 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如果跟你的個人目標相關 你就能集中注意力 記住它 我相信 你要有動力做 你要有動力做 你要有一個例子 你要吃這個例子 你每天吃這個例子 如果你以後相信我說 我要學習英語 我怎麼學習 我就會把這個視頻給你看 我們要互相支持 互相給動力 我是富士方 下次再見 拜拜 Lali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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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是叫富士方 你應該說 你好 我叫 富士方 我也是 你好 我叫富士方 對 耶 呼呼呼呼